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次拍poster之后 我了解到其实虽然台上的模特儿看起来非常漂亮 其实排下的工作人员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和努力的 所以说teamwork is very important 俊人当然要配美景 所以宣传片的拍摄就选择了在酒庄取景 当日虽然风和日丽 但天气只有几度 而为了拍出十位佳礼优雅的一面 他们无来都不可以穿太后的衣服 要捱住冬来拍摄 那天其实是很冷的 即是体会到原来做演员的那些真的不简单 一拍摄我们就要脱下很暖很暖的外套 又要扮到很夏天feel 一点都不觉得冷的 还有到最后 虽然我们拍完 可以回到去暖一些 但是幕后工作人员还要在外面很冷的帮我们设置第二个景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最辛苦的 所以看到的只是漂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样是最难忘的 因为真的体验不到原来拍一个表演 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么简单 每年的多伦多华语小姐竞选 都是城中城市 当晚的节目观众都会晋晋乐道 而为求有精彩的演出 每位佳礼都落力彩排 因为从小没有学过跳舞 所以学起来总是比其他家里要吃力一些 而跳舞也一直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部分 但是多亏了老师虚心的指导 还有其他家里不断的鼓励 所以我才能够慢慢地进步 然后逐渐地跟上大家的步伐 除了食物银行 他们也都在孟盛节 去到孟常安老院 和那些老人家表演和玩游戏 让那些老人家开宽到一个开心的节日 除了哄这些老人家开心之外 也令他们想起自己的亲人 这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奶奶自想的模样 虽然她现在不在我的身边 但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老人们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怀 每年的多云多华语小姐竞选 都会回馈社会为公益出分力 而今年华者的慈善伙伴就是加拿大自行基金会 当十位佳黎了解到自行的宗旨和受惠对象 他们都深深被感动 我和九位其他家里学习到了很多在国内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了很多视频 看到国内很多人因为很贫穷 所以要卖血来生存 因此很多人就得了癌滋病 然后看到了之后呢我的眼泪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 我希望呢要是之后有那个机会的话 可以深入到国内的贫穷灾区 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 对我来讲会觉得更好 so far in this competition it has been about the 10 contestants and about how we present ourselves and how we should dance and look but Zihang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of event for us because for once it wasn't about us it taught u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than us it's made me very self-aware of myself and because we are much more fortunate this is the more of a reason why we should help others 其实在参加华者的过程 会令你有所改变 好似有些佳例 也因为今次参选 而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和更认识自己 the feeling that we were getting scrutinized and being judged as we were walking down the catwalk gave me a bit of nervousness and anxiety but it was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the reason it's so memorable for me it's because ever since I was a kid I've always been a wallflower I've always liked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I've never liked to be in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o for me the press conference was a huge step towards helping myself to gain confidence and to be able to stand in front of public and I remember feeling so liberated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because once I stepped off stage I was able to say to myself hey you know what but there's no need to be so afraid anymore like what is there to be scared of so far in this pageant I've really learned a lot about my own personality being under the spotlight and under so much pressure really magnifies the aspects of one's personality the most rewarding and helpful thing is to listen to criticism and take it in a positive way using it as motivation to improve myself 而今屆華姐亦首次破天坊 在舉行相片展的同事 表演了一場晚裝和婚紗show 等十位佳麗可以和觀眾 作近距離接觸 雖然只是一個時裝show 但這個show對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台上我們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分鐘時間 但是幕後包括我們十位家裡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都辛苦了很久很久 在我們上台的前一天晚上 還有幾個工作人員要連夜熬夜到三點鐘 就是為了我們幾個女孩子能走出去的時候 穿著漂漂亮亮的衣服 所以我真的感覺 台上可能只是幾分鐘的時間 背後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投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也讓我覺得更加珍惜現在這個機會 今年多倫多華月小姐競選 將會在這個星期五 11月29日晚上8點半舉行 新時代電視將會直播整個過程 雖然還有五天才有得看 為了令大家對十位佳麗和競選的過程 有更深的形式 大會就特別設計了一個智能手機程式 只要下載手機程式 Keyword MCTP 就可以看到今屆參選佳麗的資料 宣傳片等等 大家也可以瀏覽大會的網頁 www.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去了解多些以上的資料 如果你想支持心目中的佳麗 也可以去到Facebook的專頁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令它成為網上最具人氣獎的得主 而投票的截資時間 是11月27日中午12點 結果將會在星期四的 《多倫多華裔小職競選》 記者招待會裡見曉 而負責頒獎的 就是由香港遠道而來的 TVB型男梁列衛維維維 維維曾演出過多部電影和電視劇 在2012年更獲得TVB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的 《飛玉進步藍藝園》 她演戲大家就看得多了 但唱歌就不是很多人聽過 所以這次我們多倫多的 觀眾就有異覆了 因為她應邀做 《多倫多華裔小職競選》的 特別表演嘉賓 當晚會跟十位嘉麗再歌再舞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想看維維的演出 和見證世界華者的誕生 那就要記住 今天星期五 11月29日晚上8點半 閉著《新時代電視》 我們會直播整個 《多倫多華裔小職競選》的過程 而今年華者有什麼精彩的節目 在這裡買個關子 明晚美的約會才會